主席我們請嚴部長 請嚴部長 嚴委員好 部長早安 我想現在中國軍艦軍機繞臺 我們要展現一個這個防衛的決心跟能量 國防部基於有什麼樣子的原因 決定哪一些戰訓應該要延後 哪一些應該要維持 維持的要做怎麼樣的調整 這個我們都尊重 所以我也不贊成有一些說法 我現在全部的這一些通通都要取消 但是我想防疫有沒有做好 是接著我們要來討論很重要的重點 我直接先問部長 228到底放假有沒有人下船 那是休假的時候那幾天沒有管制 好 然後在帛琉的時候有沒有人上船 有沒有台商上船 帛琉是管制 民眾都不可以參觀上船 這個你要確定喔 因為到時候後續到時候又有不一樣的資訊喔 委員跟您做個報告 我們到那個帛琉之後 有兩條船在港內毛泊 港內毛泊 就是它沒有跟碼頭有任何的靠泊 就是磐石艦 磐石艦跟那個岳飛艦 兩個都是毛泊的 然後只有康定艦它在靠泊 其實在船上我們有舉行所謂的聯合申請 好 那就是有人上船 有人上船 OK 沒關係 那我現在因為時間有限 時間有限 因為這個問題其實之前是都說沒人上船 現在其實是有人上船 那我要跟部長再釐清另外一個事實 就是我看部長這個昨天的記者會上面 這個還有在報告裡面都有提到 CDC4月3號將新增的這個秀衛絕異常 列為通報項目 那艦指部卻到4月9號才跟艦隊說 這一個新的這個通報項目 所以艦指部列為第一波的懲處對象嘛 可是我找到的衛福部跟CDC的資料都顯示 3月31號指揮中心的這個張上淳召集人 他就已經說秀衛絕異常列入通報定義 衛福部是在4月1號的新聞稿也正式登載公告 把秀衛絕異常也列入通報定義 但是國防部的報告現在還是寫4月3號 我想請問一下衛福部的代表或指揮中心這邊 你們你們到底對你們的這個公報公告的時間是幾 是4月1號還是4月3號 我這個詳細的時間我讓我再check一下好不好 我記不起來這個是OK 因為我們變動的真的是蠻快的 那國防部這邊這個因為我找到的衛福部的資料 指揮中心的資料 其實是4月1號啦 如果我們要講是4月1號 那在記者會上面口頭的報告至少是3月31號 但是在國防部裡面的報告是寫4月3號 我為什麼要特別講這個時間上面的差別 因為我想現在的這個懲處名單 主要是針對通報或是說落實這個新的這個通報標準的這個延誤 所以才造成這個防疫的破口 那所以我想要像如果說我們有五個這個秀味覺異常的來講 他都是在4月1號之後 也就是衛福部正式登載在他們的這個資料裡面的時候 這都是4月1號之後 那當然有很多人來這個看衣官的時候 他沒有表示說他有秀味覺異常 可是如果我們得到這個通報資料 就確實落實也告訴我們全建的這一些弟兄軍官的話 他們當然就會知道這個也是一個很重要的這個並爭嘛 所以這就是沒有落實這個資訊的這個傳達 造成的這個疫情的蔓延 另外一個就是發燒的時間 3月6號到4月1號之間 如果我們也是4月1號 衛福部一講 我們同時在那個時間 也就落實這個新的通報標準的話 那其實只要有發燒跟群聚現象 就可以展開調查就可以通報 4月1號的時候 其實就有一位發燒的那一個人 他在同一個時間點 就應該可以展開調查 所以我現在要講的是說 我也了解 國防部為什麼現在把延後 把這個延誤的這個通報 作為第一波的懲處對象 可是我們看到報告裡面寫的是 其實4月1號衛福部如果就已經講了 國防部是4月7號才給艦指部 艦指部是4月9號才給艦隊 艦指部他延後了兩天 國防部其實延後的時間 比艦指部還要久 所以國防部針對國防部 自己內部的相關業務主管 會不會有人負責 根據委員的報告 都是在我們後續還要繼續詳查 因為這些現在有些在檢疫所 我們還會列入後續調查的重點 那後續查到哪裡 懲處到哪裡 所以這個委員在做說明 那不管是延誤多久 我們都會解救 我想沒有落實指揮中心 他的這個新的標準 那所以誰應該來負責 這個大概是目前懲處的這個標準 那所以因此至少從現在的資料來看 並不是只有艦指部告訴艦隊的時間有延誤 國防部自己本身告訴艦指部的時間也有延誤 那連現在最新的報告 你們也寫是4月3號才知道 我希望這個不是因為說 我們還在等衛福部的公文 他4月3號才送到國防部 所以4月1號衛福部他指揮中心 對全國的公告都不算數 都要等公文收到才 從4月3號那天拿到公文才算 如果是這樣的話真的是很危險 這真的不是我們現在在防疫上面 希望聽到的這個答案 然後在資訊不確實的部分 我想這部分我相信 這個我看這幾天副司令其實也承擋很多 這個部分真的現在我們並不是說 只是希望說追究 而是希望誠實 我們只要有任何的問題 我們如果知道就知道 不知道就不知道 不確定就說我們會趕快回去調查 再來回應 不要急著想回應 或想要趕快說什麼都說沒有 因為現在最重要是要防疫 現在其實不是要趕快的去想辦法 在這些其他知為莫節的部分去推卸責任 老實說啦我剛剛講 4月1號顯然4月3號 我甚至於都懷疑說 是不是故意在知為莫節裡面去降低責任 把日期故意再縮短一點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沒有必要 那這個部分我希望部長可以好好的告訴內部 就是我們現在怎麼樣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 然後還在調查中就說還在調查中 也不用特別擠一個不是答案的答案出來 再來我希望跟部長確定的就是說 我們為什麼不提早跟指揮中心討論防疫的措施 以現在我們資料看來的是回程到快4月的時候 才緊急聯絡指揮中心說靠案的這個規定 那指揮中心才請你們參考漁業署的規定 所以才有這個船上30天上岸 這個之後可以不用隔離14天等等 這些其實是針對漁業跟漁民的特性的規定 它是不是適合海軍還很有問題 但是你們是已經在回航到快4月的時候 才聯絡他們為什麼不是在起航之前 研究跟指揮中心討論防疫的這個措施呢 這個報委員我們這次的調查我們也有做檢討 也有做檢討 就是出發前要應當合理應該是就是剛委員指導 要針對這次的募建隊 他出去這個是針對性比較特殊性的 部長我要跟您提醒一下 因為我在問部內的同仁的時候 這幾天在追資料 很多的回應都是告訴我說是因為這是機密的 所以事前沒有跟指揮中心討論 那我從這個時間順序看起來就很像疑似 因為發現漸上出事情 所以趕快來問說那這個靠岸的規定是什麼 如果你提早就已經跟指揮中心討論 就不會有這個事 而且其實沒有機密的問題 你們不用再出航前好像還要告訴他 你要去哪裡任務是什麼內容有多少人都不用 其實在1月底這個疫情爆發的時候 就應該可以跟指揮中心來討論這些事 我最後不好意思主席再給我一分鐘就好 我最後做一個結尾 因為其實我們現在最擔心的當然現在CDC剛才也有這個說明說 還不完全確定是從帛琉那邊這個帶回來的 也不排除 而且我們看如果228真的有放假的話 最早有抗體的是3月21 那指揮中心當初也說3月21恐怕也不是第一波 恐怕也不是第一波 意味著現在不完全確定是從帛琉帶回來 說不定是228放假的時候回來的 而且我們很多是身強體狀的這些官兵 他們上去無症狀輕症狀的比例也是相當的高的 所以我在這邊要說的就是 既然無症狀輕狀的比例 不發燒的比例這麼的高 專家現在也都顯示說R0值 在艦上的R0值的比例是比在一般環境之下還要高很多 我在這邊鄭重的要求啦 接著我們還有很多其他的任務 例行性的任務 所有登艦的海軍官兵 我覺得都應該全面採檢 都應該全面採檢 因為我們也還不確定是不是真的從外面來的 無症狀的 輕症狀的 不發燒的 我認為應該要全面採檢 謝謝 謝謝委員指導 好 謝謝